超级英雄们虽然只有强大的超能力 就足够应付各种坏蛋 但在各种高级战役的加成下 往往能如虎添翼 呃 除了只需要一条弹力裤的绿剧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但就算电影里的技术可以实现 你想在现实世界里给自己打造一套 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他们的造价实在是太贵了 脑洞电院这就带你们领略一下 超级英雄电影中造价最贵的五套战役吧 第五名 蝙蝠战役 各版本的蝙蝠侠们穿的都是最经典的套装 这套战役主体是由双层巨子丝网组成 可以抵挡子弹和刀刃的攻击 各种高科技配件也是一音俱全 视网膜腾影系统 超声波发声器等等等等 据国外网站估算 按照现在的制造水平 一套下来的平均造价有34万美元 不过呢 老爷和前几名的战衣比起来 还是有点寒酸的 第四名 钢铁蜘蛛衣 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结尾 托尼爸爸为了欢迎小蜘蛛进入复联 而送上了一套钢铁蜘蛛衣 在即将上映的复联3里 小蜘蛛就将身穿这套战衣 对战灭霸军团 钢铁蜘蛛衣在漫画里 由液态金属打造 配备多项防护增强感知防弹等功能 而且还能听歌看视频 托尼对小蜘蛛简直不要太贴心啊 虽然没有明码标价 不过看一下钢铁侠战甲的造架 估计你们心里就有数了 第三名钢铁侠战衣 钢铁侠可能是最多男生想成为的超级英雄了 但每套战衣的造架 简直让人望而生畏 据外网估算 光是为战衣提供动力的反应堆 就要3000万美元 而作为主体材料的金钛合金 也要1000万美元才能拿下 加上武器系统和悬浮系统等等等等 总造价接近1亿美元 现在再来看看托尼斯塔克 一口气毁掉几十套战衣的画面 啊 是不是看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呢 在《复联3》里 托尼将审船更为先进的血边战衣 这套运用了纳米科技的液态金属战衣 可以在战斗中随时变换形态 以此来应付各种状况 第二名 黑豹战俘 作为漫威宇宙最有钱的超级英雄 黑豹的战俘当然不能平平无奇啦 整套战衣都有漫威宇宙中最坚硬的金属之一 震惊之作而成 吸收动能的特性 让黑豹几乎可以无视一切物理攻击 还可以把吸收的能量化为己用 这种金属在电影里并没有明码标价 不过前任国王仅卖出一点点震惊 就让瓦坎达成为了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 而美国官方能弄来的震惊总量 也只够做一面盾牌的 所以啊 黑豹穿的哪里是战服啊 他是直接穿了一座金矿在身上啊 迪敏 神奇女侠套装 戴安娜的装备已经不能用柜来形容了 因为它们都是无价之宝 神奇女侠的全套装备都源自希腊神话 宙斯之盾碎屑打造的守护银着 用大地女神经腰带打造的真颜套索 可以透视并强化飞行能力的冠军战盔 每一件都是神的馈赠 这可是刻多少金都买不来的顶级装备 不过正如那句台词说的一样 超级英雄们之所以能成为超级英雄 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的战役和装备有多么强大 而是他们都有一颗想要保护别人的心 正是这种责任感让他们成为了世界的守护者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